嗨 大家好 我是花痴小妹 答应今天我们吃啥 看过恐怖片吗 看过 像副三型就是典型的例子 没有 还差点 像不像 来 像绝了 真的呀 天呐 丧丝熊拉面 哇 这吃完我该不会变成真的 呃 上吃吧 嗯 试一下 挑战挑战 第一步 我们先拿去给他煮了 Go 导演 我的蓝色丧丝面跑好了没 我肚子饿了 给你这个恶魔 嗯 好香啊 嘿 这面 好恶心 这面 这面怎么是蓝色的呀 好像中毒般的感觉 该不会我到会吃完变得那丧尸吧 那可不得了 那会魔性大发的呀 吃得试试看 嗯 心里好害怕 先尝一点点吧 嗯 这面还挺细腻 蕎麦味很浓 再来一根 两根 两根已经下肚了 我变得上势没有 我脸色变得没有 眼珠子爆了没 嗯 还好 别算病呢 好好的吃吧 嗯 熔岩还在 继续 怎么一股瓜油味啊 咸咸的 好像有蒜味 还有浓浓的海苔味 嗯 看看这蓝色上司熊 全身都被裂开了 嗯 我这还好 皮肤还好好的呢 多来几口 嗯 嗯 怎么吃着吃着有点咸呢 名字叫得挺恐怖的 但是这样吃起来呢 这面饼的味道呀 还不错 嗯 面比较有韧性 大家看看 嗯 就是 短的点 好脆哦 容易断 嗯 但是喜欢吃海苔味的呢 我觉得它还是很不错的 嗯 本人还是不是非常的喜欢 那我们本期的蓝色上司熊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的 哇 我感觉我后背的皮肤好疼呀 我是不是基因突变的 我会不会变成丧尸啊 嗯 开个玩笑 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